你最想肥媽教你做什麼坐月菜 雞豆 薑醋 為什麼? 為什麼? 是 坐月當然是吃這些 不是吃哪些 原醋 薑醋 蟹蟲 蟹蟲 吃點雞肥樂器就行了 很棒, 吃到你們的屏膚 這麼紅, 這麼滑 沒你這麼漂亮 大家都漂亮了 吃點雞肥媽, 我想得很清楚 我想轉個工作 轉什麼工作? 你紋又不行, 沒又不行 只剩一屎坑關刀, 沒張利 有得做, 幹什麼? 不是, 工作不用紋, 沒薪水又高 聽聞, 學過課程就完成了 我知道, 地產保險 這倒是對的, 反正還沒能買樓 賣樓現在也很好用 我做地產保險 最重要是有錢的客人 我身邊比你最有錢 做一宗生意就完了 所以不是, 我打算做什麼? 陪月圓, 聽說最上級的, 最上級的 工資有三、四萬一個月 很誇張 陪月圓, 你懂得湊臉嗎? 你懂補的東西嗎? 你懂得補新的東西嗎? 不是, 聽說煮的 蒸肉餅和菜心就完成了 我不懂就問你學了 你懂了嗎?吃菜心, 吃肉餅就可以 這麼簡單, 每個人都做到了 你教我們做一些坐月之寶餐 到時候我學完 一定可以做一個金牌陪月圓 坐月之寶餐我一定教的 是 但還沒教之前, 你先去泰國 去泰國什麼?學冬冬公湯嗎? 不是, 把你自己改造成 一個真真正正的女人 什麼?要變成真女人? 陪月那個怎麼會是男人呢? 你們聽過嗎?陪月有沒有男人陪的? 真的? 陪月有沒有男人陪的? 誰讓老婆跟你陪足一個月 你也很傻 但肥媽, 你先做照片 我做照片給你幹什麼? 當然, 如果要做到女人這樣 當然是照著肥媽的版 這些不是真女人, 是嗎? 你省著一點 這樣… 你這樣就這樣? 這樣就這樣 你的新的手桌挺漂亮 很漂亮? 對, 什麼手桌? 我來給你的女朋友補新的 這裡是一千塊一塊 一千塊一塊? 對 它這麼厚, 你要看它又老 這些是不是應該比較便宜? 紮膠工 這些是一千塊一塊的 但是很多塊 不是這麼大盒 是 如果是送禮, 我送這些 看起來看起來差一點 送禮就不好 送禮一桶一桶, 起碼也要一桶 還有比較便宜 還有比較便宜, 好, 便宜, 多一點 這些 二百七就這個 二百七就這個 譬如我們煲湯, 或煲鮮奶 整個那些, 你不可以用這些 這些魚很小的, 那個花膠 石斑 石斑仔的, 是嗎? 這塊花膠 石斑仔的 對, 煲鮮奶 煲鮮奶, 煲鮮奶, 煲鮮奶 煲鮮奶, 煲鮮奶 對, 也好 可以的, 你吃進嘴裡 它已經煲芒果了, 真的 你用來燉菠蘿 我想問你怎麼化呢?你教我化吧 化花膠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你問一下, 崔太太 我們大澳人很喜歡把花膠 用東西隔著蒸 大約蒸20分鐘左右 放片薑進去 然後煲水 蒸完之後就丟進去 加點酒進去, 再燒焗 燒焗一兩個小時, 水冷了 拿出來沖 滾水關火, 放進去 對… 千萬別煲 對, 別煲, 這樣就沒用了 對, 燒焗 放進去, 讓它水冷 然後拿出來沖滾水關火, 避用 花膠最重要的是油 對, 鍋子要乾淨 對 鍋子一滴油也不要油 一油就會瀉 有沒有花膠王可以介紹給媽媽 這隻多少錢 一斤就八千塊 對, 我是你乾媽 你還沒買過東西給我 就買這塊給我吧 真的, 有什麼相比 有沒有小塊的那種 有… 有漂亮的東西小塊的 小塊的那種 你又不是人家花膠王 對, 這些就小一點 這些有多少錢呢 因為圍一千多元一斤, 比較划算 小米一斤, 這裡很便宜 對, 這裡大約一斤有13塊 鏟後, 到身就吃這些 吃這些夠? 對 不用吃到這麼大 這些買給老婆吃 對 這些呢?這些就買給女朋友 聽著吧 不是 她現在還沒結婚 女朋友吃這些 女朋友吃這些 有老婆之後有女朋友, 你死定了 你這樣說家弁 這隻小小的鳥是什麼鳥呢 是謝菇 是謝菇? 對 對, 謝菇有18種氨基酸 而且它有很高的蛋白質 謝菇適合什麼人吃呢? 大老婆, 或是… 或是像你這樣 是 神虛、生殖 是 途嬰兒的時候吃了 這些人說這些嬰兒會健康一點 頭腦也精明一點 哦 其實謝菇是很補的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在街市買謝菇 他就選了哪幾隻 他就立刻用那條鹹水醋 就綁住他的頭 一掛它就暈倒了 然後就在那裡拔毛 立刻拔毛, 立刻做事 但是現在就說是殘忍 和現在街市已經不能賣了 現在還要買這種感覺 但這隻隻菇是野生的 你怎麼知道野生 你不讓牠農場養或者是什麼嗎? 牠是打下來的 打下來? 對 你何以為牠打下來呢? 你看 還有一顆東西, 是不是黑胡椒嗎? 不…你看, 確實的 這是獵人打下來的 對 我們買回來的時候 洗的時候, 你就要摸一下 還是蜜? 不是我… 蜜的頭, 鋼豬 幸好鋼豬在皮上 這麼嚴重 有時候鋼豬會放在肉上 所以它的包裝是寫味 吃的時候請小心 或者會有鋼豬 別以為是黑胡椒大大粒的 聲音會咬也不冷 媽媽, 這些是謝菇西式食物 你會做主菜還是放進去? 誰說謝菇是西式食物 我們中心有謝菇 要吃英文 你叫我打回來的, 謝菇 我們就用謝菇去燉花甲 給坐月的媽媽吃 對 真棒 你也可以偷吃的 是, 我生息 你也會吃的 肥媽, 你猜這個飯糊夠不夠大嗎? 無緣無故拿飯糊回來, 還有什麼? 今天做這個菜魚餐 又滋陰, 又養顏又補 一定做很多, 一定吃不完 所以拿好飯糊回來, 裝些回家 你夠薑拿這個, 你能走出門外 你真厲害 應該到了中間的時候 已經被人踢倒了 菜魚餐有什麼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菜魚的時候, 蒸魚 我們用紅棗、檔森來蒸桂魚 桂魚… 這是桂花魚 對, 又便宜又容易蒸, 是嗎? 這些是塞板石斑, 淡水板 你這麼多話說了 我們家裡是用的 档森用暖水浸幾分鐘 再用水浸完, 為什麼呢? 怕有些人用硫磺, 怕它會壞 我們先浸了 因為档森蒸完也可以吃, 帶甜 档森是補的, 補的 切紅棗 紅棗一定要去核 對, 因為要醋, 開刀就不要放薑 因為我打算不放薑 我們就放少許紹興酒 它就一定不腥了 我們放紅棗, 放杞子 因為很多人說杞子不是最後放嗎? 蒸幾分鐘 普通用鑊蒸大約八分鐘 我們今天用蒸爐大約蒸十二分鐘 十二分鐘 十二分鐘 蒸爐也要先預熱, 是嗎? 我不放豉油, 我放一點鹽, 不太多 因為生完也不好吃這麼鹹的東西 讓我來吧, 你先放進去 這個已經準備好了 我懂了, 我咬腰這樣下去 對, 厲害 是不是厲害?有腰力 厲害, 好 燉花膠 花膠, 蔗菇 放果皮 因為怕它太重, 刮掉了 白色的狼 不用刮得很清楚, 刮這些狼就可以了 原來它甜 因為菇滋陰補腎 花膠也有骨膠原 還有我們放酒燉 黃酒 對, 我們放黃酒 你不用怕酒味很重 因為燉了, 它會揮發 現在很多人預約時間開刀 這些也可以 如果是順產的, 最好是吃薑醋 吃薑醋 因為薑要排出風 因為生完之後, 肚子會有風 吃不斷吃 吃不斷吃 就是很皮 是的 皮臭不臭? 我真的沒聞過別人的皮 尤其是大過我的皮 當時大過的 我自己的皮當然香 要響 不是, 我的皮皮 出來橫耍天地 是你貪心吸了它入鼻 我的皮還沒罵你, 你罵我的皮 你瘋了, 你下一次放屁 通知聲音, 我就閉氣了 是, 你也要吃甜品 對 對, 這些是桶仔花膠 不用發太久 煮一會兒, 蓋著它 也不用過夜, 它就會變軟了 花膠, 有木瓜 燉出來的粉紅色, 很香 是木瓜還是花膠粉紅色? 木瓜和紅棗燉到花膠一樣 我們放紅棗 很多人放冰糖, 連我也是 我放一顆仔, 因為木瓜是甜的 紅棗也甜的 是 生完後不應該吃太多甜品 為何? 甜品是起風 又會窩皮 對, 尤其是煮人奶 弟弟最好不要那麼多風 否則他會覺得痛 原來有影響 有… 我吃得多有風的東西 喝人奶也會有影響 是 我去到英國不是幫我酸素風嗎 是… 可否問為什麼這麼多風呢? 可否我先看 原來我媳婦每晚喝汽水給她睡 然後餵人奶 是 那就有泡 我被你激動, 我有氣 我告訴你 送我得票 如果你餵人奶, 你吃東西真的要小心 這個水滾了 煮滾了 這個燉兩小時 這個就可以這樣 一個小時就行了 這個就…因為小了, 可以買 這個一個小時就行了 很棒, 很期待這個湯和雞的餐廳 是嗎? 我猜到你 有黑麻油, 有雞 一定是煮麻油雞 是, 黑麻油雞 通常人家煮黑麻油雞 一定會煮飯 混合黑麻油很棒 但媽媽, 你的黑麻油用不完 留給我 因為… 為什麼呢? 沒有, 你知道很有用嗎? 這些黑麻油塗在手上 有驅蚊的作用, 上網看 對, 你現在有燉鴨嗎? 現在沒有, 因為這個週末 打算跟Darling去逛山, 郊遊一下 用這些黑麻油, 燉炮水也節省了 你有沒有搞錯, 你是不是節省了 謝謝, 這些黑麻油公司的 麻油, 他要拿走 沒有… 一會兒煮完, 但我想問一下 你煮一隻雞, 要用多少黑麻油煮? 對, 三分一碗, 放多點薑 魚可以了, 應該很棒 很漂亮, 很香 你可以放一些粟油、豉油 這樣就可以了 一會兒再煮這個 又可以補身, 又可以吃 你嘗試拿一塊廣心來吃 好 它是甜的 是嗎? 整條柴子吃下去, 不是像樹枝一樣嗎? 不是 味道有點甜 好吃的, 我們爆到薑香了 雞我沒醃, 只放少許鹽, 大胖婆 或者生鹽, 也不好吃, 這麼鹹 丁丁鹽醃, 剛才你醃過的油嗎? 因為它有這麼多麻油 它本身也有油, 不用了 你當時坐下有吃過這道菜嗎? 你想, 我最吃的都是牛卵飯 因為牛卵便宜, 一塊都很大塊 蒜, 薑汁, 酒, 胡椒粉, 拌好後 鋪在上面 還有田雞飯, 以前田雞很便宜 田雞飯, 叫牛卵飯, 這是最多的 現在沒有人聽過吃牛卵飯 有沒有人吃? 不知道 豬卵有人吃, 牛卵… 你們有吃過牛卵嗎? 牛卵很補血 你把它包起來, 先有一點金黃色 對, 有些人身體藥 叫做煲雞汁, 雞汁 把雞… 很久就流出醬汁, 只喝雞汁 以前有錢人是這樣補身的 可能只有一碗小雞汁 對 黃酒也放一大碗 對, 煮了酒香是很香的 對 最重要的是湯, 用來拌飯 酒香加黑麻油的香味 很聰明 很香 全程煮, 媽媽用中火還是大火 大火煮了 煮了一會兒, 一、兩分鐘 然後你才會用中小火 中小火 要不然那隻雞就只有一個孩子 等它多久是中小火, 這樣炆 不是, 炆一會兒 切得軟就行了 這個補身是最好的, 不用煮那麼久 好, 現在我們就… 還有什麼吃? 這個, 雞蛋也很補身 你知道嗎? 雞蛋是最入門的補身 例如年紀、大小孩一定吃雞蛋 小朋友發育也是吃雞蛋 大肚子更加要吃多點雞蛋 你先煎荷包蛋 是 然後再放一些東西進去煮 很漂亮, 吃荷包蛋 是 又不是失意浪費的 真的煎得熟了 蛋汪要熟的 是 為什麼呢? 不要吃生的東西 我煎完之後 再用它來放酒、放食材, 煮回它 我們有兩隻雞蛋煎了 然後肉片那些 放進去 紹興酒加鹽, 要不醃? 一點也好 黑豆呢?黑豆買回來怎麼處理? 水泡, 凍水就行了 暖水也可以 暖水也可以 也要浸泡大半小時, 不是要嗎 要的, 黑豆、黑木耳、花生 這是我們自己煮的雞汁或雞湯 再不然水也可以 開大火, 火要大熱煮的酒 好 這個酒? 其實我們爆炸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用黑麻油 因為我不想全部用黑麻油 放一點湯 黑豆也是好, 黑木耳是好的 對, 剩下頭髮更好 吃完後頭髮比較烏黑 是 木耳好像是很豐富的鐵質 慢慢煮到肉和蛋都入味 我們先大火煮 兩個做法也是很簡單的 誰說補充一定要很複雜 對 我給你這塊最棒的東西吃 好 你看 雞腿 最重要的是湯是滑的, 一滴都不粗 又是因為煉焦慢火來煮 如果你全程大火煮, 它就會粗糙 但是… 雞很甜 比平常吃的雞 有酒、有麻油、有東西在這裡 拿手吃 你不會覺得黑麻油很油膩嗎 這味道很簡單 各位老公們或新爸爸們 不用等婆婆或外母去攪拌 真的很香 補充 這個又試一下味道 因為我什麼都放了, 只放了鹽 我試一下 你可以補充花生 花生 對 花生這樣煮得爽爽又好吃 對, 你再煮軟一點更好 花生甜的, 嘗嘗汁 大約… 但這個味道剛剛好 對… 不用加鹽了 對, 用白碟, 真聰明 搞定了 對 搞定 可以補充 來 媽媽, 很痛 很急 我嘗試代入一個 剛剛生完那個孕婦的感覺 去吃菜魚餐飾 想想有多補充 你省著洗奶奶 奶奶 謝顧湯 謝顧湯 還有花膠 我完全沒喝過這隻謝顧的味道 我以為像雞湯, 但又不像 不像, 兩種東西 它有一種鴨湯的香甜 但它更濃味, 謝顧湯 沒錯 這塊花膠怎麼分呢? 當然, 放開 你試一口吃完 當然不, 你走到中文口了 奶奶, 你也要補充, 是嗎? 我給你吃大塊一點 花膠很香 真的好, 菜魚菜 對, 其實這些東西不只適合太太吃 是 男人老公也適合吃 我不客氣了 對的 試試這個魚鮮桂花魚 對 其實很簡單的東西, 也可以補充 這條魚很美味 但為什麼你可以蒸到 它還這麼有彈性的一條魚? 是否控制時間 還是你下了什麼? 時間 下了什麼? 時間 這麼彈性的魚? 這條魚? 原來是, 剛離骨 對 你覺得我們現在補充的東西 沒有牛肉, 沒有蝦, 沒有鞋 為什麼? 第一, 皮膚敏感 第二, 生完之後 有些分泌物, 再繼續提出來 還會有味道 但你試試這個 這個灰蛋? 灰什麼蛋? 就是黑豆的味道 變了灰色的味道, 灰蛋 這個是人家審議招吃的 這些是用來去魚的 去魚? 對 這個木耳其實很好吃 它有狀狀的 對 對 很好吃, 而且花生也是 以前是有講究的 很多人就說… 有意思 別人的外國人 每天吃牛扒、吃牛肉 你是不是外國人? 你不是嘛 對 是不是? 你別看媽媽這樣混血兒 其實你一個完全是百分百 中國傳統的女人 我今天不知道吃了什麼 真的吃了黑豆 對 還有眼睛 這個花膠燉了很久 花膠的膠質都放在奶裡 是否當我們這麼大的花膠燉 讓它融化在奶裡 因為這是比較差的, 銅膠 即便宜一點, 不是比較差的 不是比較差的 是 是薄一點 薄一點 所以就融化了 你也不懂得說 所以不要用眼睛看不夠甜 你先看看 香濃, 甜滑 真的…這件事他不要說謊 因為它真的很濃的味道 對 而且它的甜是木瓜和紅棗的甜 這隻花膠, 吃完了嗎? 剩下一點還不餓死 這個感覺很滋潤 早上有杯花膠奶喝就好 整個人的精神發酷了 你好了, 你去做吧 知道嗎? 不是我這個做 媽媽的做, 我已經教了 還差一點, 剛才你經常說要用白飯 拌這個… 對 這個醬汁一拌下去 黑白油 我先嘗嘗 好嗎? 真的好吃 拌五至四碗飯可以 就這樣吃也不錯 其實你看這些東西 又不是很貴的東西 你記住, 生完那個月不補 你會變老了, 很慘 是不是差很遠? 差很遠 你不補, 不去風 你又會有偏頭痛 你不去魚, 肚又會弄肚痛 而且不去魚, 你會引生很多病 很多東西 媽媽, 這些醬魚菜最少 例如孕婦生完之後 起碼要吃多久?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還是三個星期? 醬魚, 吃了一整個月 吃了一整個月, 那就很開心 真的吃了一整個月 明天後日都是教醬魚菜 我覺得男人也適合吃 可以, 沒所謂, 兩下就做吧 我想問, 花膠在哪裡? 最後沒有了? 沒有了 可以浸這塊嗎? 這裡還有筷子 你別這麼壞, 你讓別人吃一下 剛才好像拍不到我吃花膠 什麼拍? 拍到… 拍到什麼? 攝影子也出聲 我覺得差不多要出字幕了 對 很快出字幕了, 沒了 好, 明天再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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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